如果你不能跟他在一起 就把他留给我 你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什么意思啊 你从班写汪聪家 就是因为这个 对吧 咱俩都是女人 我就不跟你绕圈子了 你明白我 我也明白你 你自己信得清楚 你跟汪聪是没有结果的 我求求你了 你不要再让他为难了 不要再折磨他了行不行 我让他为难 是你让他为难吧 是你让汪聪变得可怜 你知道吗 你的自以为是 你的优越感 你的高高在上 你让他无地自容 你根本不懂得珍惜他 你懂得珍惜 可惜你没有 可以珍惜的东西 汪聪已经不爱你了 你自己心里应该清楚 他现在不想见你 在躲着你 你自己应该知道 他的心已经 不在你身上了 只不过有些人呢 总是自欺欺人 真可笑 你差不多得了 你怎么那么爱编呢 你怎么不写 网络小说去啊 还能混口饭吃 也不用天天寄人篱下 你听好了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之前一直不告诉你 是因为你是个傻好人 我想让你自己知难而退 不过呢 这个人傻呀 就是傻 别人不说清楚 根本搞不清楚 自己的状况 你能搞清楚 自己的状况啊 你当自己是什么人啊 天天赖在别人家里面不走 汪聪爱我 你脑子有泡吧 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二话不说就收留我 因为我 他不惜跟你吵架 让你生气 我生病住院的时候 他留在我身边 可以把你一个人 丢在泰国 他每次做选择的时候 他在意的都是我 那是因为他太善良了 不懂得拒绝别人 你还真把自己 当客聪了 他就是爱我 而且我们已经 已经什么呀 你还没做过 我对你 听什么呀 我其实事顶着 你在哪里 你一定是让我